我們現在幫各位唱的叫做反應速率跟化學平衡 我們要先講的叫做反應速率 反應速率就是反應的快慢 反應的快慢,反應進行的快慢 我們可以在算一段時間之內反應物的消耗量 或者一段時間之內生成物的生成量 國中階段沒有任何的量化,沒有任何的計算 只用看的,感覺的 所以我們就會挑個容易觀察的來觀察 讓我們知道反應是快還是慢 那麼當然因為你觀察的東西不一樣 你可能單位就會不一樣 單位就會不一樣,但是再說了 因為反正我們不可任何形式的計算 我們只用看的 比如說這個實驗後面會交流帶、硫酸鈉加鹽酸 會產生黃色的硫層墊 這個結果先記下來,後面要再拿出來交,再拿出來用 於是我就看沉澱量 看誰呢 沉澱的量比較多 或者是相同的量 誰的沉澱時間比較短 我就知道誰的反應比較快 我就知道誰的反應比較快 或者是以前教過的 碳酸鈣加鹽酸 會產生二氧化碳 我就只有看誰泡泡泡的比較快 我就說誰的反應會比較快 所以我們沒有做計算 就用觀察用看的 說這個反應快一點,那個反應慢一點 然後這個流帶、流酸鈉實驗 先請你記住 後面要拿出來用 那麼我們影響到反應的快慢的因素 我們可以用所謂的碰撞學說來解釋 碰撞學說的意思就是 東西要反應 A跟B要反應 那必須要A跟B有碰在一起 而且必須是一個有效的碰撞 它才會發生反應 所以相同時間之內 有效碰撞的頻率越高 反應就會越快 就是所謂的碰撞學說 要發生反應 必須要彼此碰撞 而且是有效的碰撞 才會發生 如果A跟B不會作用 那麼怎麼碰都是 無效 你這很正常嘛 A跟B要反應 A跟B要撞在一起啊 要怎麼遇到A在一起啊 所以左邊放一罐氫氣 右邊放一罐氧氣 這兩罐老實不相往來 它會變成水嗎 不會嘛 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 不會縫在一起 就不會變成水 如果在室溫之下 把兩罐倒在一起 它也很難變成水 因為能量不夠 等一下會提到 有效碰撞跟能量有關 所以在室溫之下 輕個氧混在一塊 它也很難變成水 因為碰撞大部分都是無效的 大部分都是無效的 OK 所以叫做 那如果你點了火 碰 就會使它碰撞變成有效 就很快都變成水了 所以這叫做有效碰撞 影響到我們反應的快慢 那剛才跟你講這個碰撞要有效 這個有效碰撞跟兩個因素有關 第一個是能量的大小 一個是碰撞的位置或者是角度 我們國中基本上不太提位置跟角度這件事情 你知道就夠了 但是能量比較重要 就是它撞得夠大力 撞得夠大力 才會是個有效的碰撞 跟能量有關係 像這個動畫所顯示的 因素的碰撞 以電子關節來看 氛子必須先發生碰撞 而且氣內充重的能量 才會發生反應 例如 一氧化氮分子與臭氧分子 一、兩氧分子接觸 二、互相碰撞 三、原子重新排泄組合 產生二氧化氮分子與氧分子 但是有時候 如果碰撞的方向忽略 也不被發生反應 碰撞時 兩個氧原子接觸 不發生反應 一氧化氮與臭氧各自分開 所以這就是要告訴你說 它跟能量有關 跟位置有關 位置就看一下就好了 國中不太強調位置跟角度的問題 OK 強調是能量的問題 要有足夠的能量 重點就是 要有有效碰撞 才會發生化學反應 同樣時間之內 有效碰撞次數越多 反應就會越快 那麼到底什麼樣的因素 會影響到我的有效碰撞 影響到我反應的快慢 那有這幾個因素 本性 接觸面積 濃度 壓力 溫度跟催化劑 我們後面就是要一個一個的介紹 他們對我們的反應的影響 後面就要介紹這些 介紹本性啊 面積啊 濃度啊 催化劑 對反應快慢的影響 所以後面要講這些 就是說這些因素 會影響到我的有效碰撞 會影響到我的反應的快慢 你就記得有這些 教案你就知道了 有這些因素會影響 然後你要知道 它如何的影響 如何的影響 這就是我們跟各位講 基本上介紹反應速率的觀念 OK